好 好 三节课呢 我们看了一下文件的类型和属性相关的函数 那这节课我们来看一下 文件的操作 还有它的路径结构是什么样的 好 上节课的课教没关掉 直接咱们用这个来做 看和文件路径相关的 也是目录相关的 当然不是目录操作 目录操作咱们单独会 有一节课会处理 就是和文件 路径相关的函数 那首先我们要知道 要了解一下 什么是相对 相对路径和什么是绝对路径 这两个问题 相对路径呢 是以当前目录为准的 然后相对于当前目录的上一节目录和 上一节目录和下一节目录 绝对路径呢 是从根开始的 比如说 假如说 我现在教室在314 那假如说教室315的教室 那怎么说呢 如果你用相对来说的话 就是隔壁315 这是相对于我现在的教室隔壁的315 对吧 如果用绝对路径呢 那我就开始从根开始说了 比如说啊 北京市海淀区 中国村委员 什么九号楼 三楼 啊315 这是绝对路径 就从根开始来说 所以相对路径 我们要了解两个两个东西 一个是点和一个是点点 那点就代表的是当前 啊路径 就当前目录 点点呢 就代表什么 上一级 目录 比如说举个例子 这样当前目录下的 啊是 PRP目录下的 比如说 阿帕奇目录下的 比如说 index.prp 这是当前目录下的 比如说 用点点的上一级目录下的 image目录下的 图片目录下的 比如说 tpl模板下边的 啊 logo.gf 那如果你不写的话 直接这 这种写法和直接 prp下边的 阿帕奇下边的 index.prp 或者直接访问 啊 什么logo 或者是 啊 点 prp 登录 或者login.prp 等等 这都当前目录下这个文件 当前目录下 prp目录下文件 或者用点 或者这个也可以这么做 当前目录下的 啊 登录点 prp 所以 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写法都是一样 都只当前目录下 有点点的都代表上个节目录下 相对于当前目录的上一级目录 所以呢 这是相对路径 相对于当前目录的 相对于当前目录的上级和下级目录 这样的 所以呢 这一种写法呢 是相对路径 另外呢 咱们要了解一下 这个路径分割符 路径 分割符号 在Linux和Unix下边 和Unix下边使用的路径分割符是这个符号 而在Windows下边 Windows下边使用的分割符 是这个符号 那我们选用哪个呢 你看 假如说我指定路径的话 这是上一个程序 我已经保存了 我再说话 直接删掉啊 你看啊 如果我指定访问某个文件的话 比如说 嗯 这样吧 直接写一个路径吧 UR路径等于 你看 跟下边的 就是当前目录下的 哈喽目录下的 AA目录下的 BB目录下的 Index.prp 这样 UR可以 你看一下啊 这只是一个输出到没有 没有什么特别的 你看 这是路径反文 用正斜杠的一种访问方式 如果把路径换成 反斜杠 你看一下 或者我写是这样的 这样写吧 C盘下边的 啊 APP Server 下边的 啊 3W下边的 Index.prp 你看一下 因为在双眼号里边 可以解决字符 这个斜线的不光是路径分格符 还是斜杠转移分格符 斜杠转移分格符 所以呢 你要使用两个斜线 在如果是双眼号的话 你得使用两个斜线 不然的话 单纯转移符号了 你看 这样输出才是一个 你看才是一个 不然的话 如果你要是 假如就 使用一个的话 你看一下结果 当然这个 没转移的 假如这个 你看 这个A当然不是转移 不是真正的转移符号的 假如说你这个目录名 恰恰有一个 叫做 叫做N 你看 这回我输出一下 你看他直接解决成空格了 就不到目录了 就会有一个这个问题 所以要使用两个斜杆 才能把这个N输出来 你得把它斜线转移 所以比较麻烦 那怎么办呢 你看 在我们手册里边 找一下 目录里边 最后有一个长量 就这个长量 有目录分割符这个 这个长量 他呢 可以 为了跨平台 为了不同的 平台 这个长量 在 Windows操作系统上 他就是谁啊 他就是这种斜杆 如果在另一个次操作系统上 他就会自动变成这种斜杆 所以呢 现在我是Windows操作系统 假如说我这路径使用这个 使用这个长量 你看啊 哎 这里边再使用这个长量 这后再使用这个长量 你看一下 他会自动把它转成 现在Windows会转成正斜杆 你看一下 是没问题的 如果是另一个次呢 他自动转成什么 如果是Windows反斜杆 是Windows是另一个次 他就转成这种正斜杆 是Windows 他就转成反斜杆了 看一下 但是这种呢 我们拥有起来呢 也比较麻烦 所以呢 以后你记住 有一个这个问题 不管是什么操作系统 P2P的目录 分割 分割符号 都支持 正斜杆 也就是Linux上面的使用形式 都支持这个 所以不管Windows平台 还是Linux平台 都可以使用正斜杆 所以你也不要用这个分割符了 这常常写起来多麻烦呢 所以通通用这种写上就行了 所以呢 我在写成绩的时候 我就可以直接怎么写啊 直接在这写上 C盘下边的 APP Server下边的 3W下边的 PVP下边的 比如说 啊 哈喽 你看一下 我直接就可以用啊 怎么用 比如说 我获取它的类型 输出file 上这课堂说的这个类型 你看一下 UR 直接就可以 你看目录 就可以使用啊 所以呢 你在程序里边 在程序里边 在使用路径分割符的时候 不要认为说 有很多这样的 我见过啊 它是Windows 它就觉得目录分割符 是Windows 是这样的 这种分割符 所以它就一直用这种分割符 其实 不是这样的 你可以 Windows Linux 只要P2P使用 都是这个 不光是P2P使用 这个分割符 在P2P和 APA齐 配置 文件中 如果 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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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定 目录 也 使用 这个 作为 目录 符号 也使用这个 什么意思 比如说我们找一下 P2P配置文件 在W 这个Windows 下边 找一下P2P配置文件 你看 P2P配置文件 里边 如果遇到路径的问题 找一下 有好多残入都需要 涉及到路径的问题 你看这个指定的 那你就可以把它完全变成什么 变成这样 是没问题的 看一下 这都没问题的 换成这种 只要是路径的问题 都可以这样指定 当然有好多了 我就不给大家一一看了 你看 这是在 这当然是在另一下边使用的一种格式 那么 阿爸奇 配置文件 APP server 阿爸奇下边 咱找一下阿爸奇的配置文件 config 这个 你看一下 里边涉及到目录的问题 你看 吸盘下 APP3W 就是文档跟目录 也是用这种 通通用正斜杠就可以 也就不管他是哪种操作系统了 所以以后遇到跟路径有关的这个路径的问题 你就用这斜杠 这种斜杠就可以了 那看绝对路径 那看绝对路径 绝对路径 有几种写法 假如这个根 代表什么 代表是根路径 代表跟路径 那现在就有一个问题了 假如说这会写上斜杠 img imags 下边的 什么什么 index.peerp 那这个根 这个根 指的是 指的是 操作 系统的根 还是 指的是 存放 网站的 文档 根目录 什么意思 什么叫操作系统的根呢 什么是操作系统的根呢 假如说我现在这个系统装在吸盘下边 那我只能根的话有可能是代表直接代表吸盘 对吧 而我网站发布到这个下边 那根指的是这个目录下吗 网站根目录 那这根指的是哪个根呢 所以需要大家思考一下 根指的是操作系统的根 还是网站的根 这话呢 经常有人会误解 经常人会误解 那现在你肯定想的是 一个情况 什么 你肯定想的是操作系统的根 对吧 也有人想的呢 你现在指的是网站存放的根目录 但是这个呢 要分情况 分 情况 分什么情况 比如说 我给你这样做一下 你看啊 假如说 咱说file 这个当中 file put 相信CNTS 这就指到 是往一个下面写的东西 你看啊 我如果在这写 比如说 test.tst 这是用相对目录 写一行 w 这是在当前目录下 写一行 w 当前目录下 你看 细盘CW下 这个目录下 也就是这个目录下 你看我刷新一下 好 当前目录有这个 这是当前目录 这是用的是相对路径 但是 你看一下 我加一个 我加一个斜线 根 那这个文件 假如我说了 在温度上下的根 那就是这个 呃 服务器你装的C盘 那根就是C盘 在温在另一下边 才有真正的根啊 那这个是在 C盘底下写的 还是在 呃 群发网站的 3w目录下写的 这两个问题 你看一下 刷新一下 咱能找一下 3w有Test TIT吗 这TIT PT原来的 没有 你看一下 是不是这有了 一上w 写在这了 所以有的人 现在就认为了 这个根 指的是谁啊 根路径指的是 操作系统的根 刚才咱们访问 的确是操作系统根 对不对 那为什么说分情况呢 假如说 比如说我找个图片啊 嗯 图片收藏 假如说我找一个 嗯 随便找哪个图片都行 假如说这个logo吧 你看啊 你看啊 我在 这会儿放一个 logo.png 这个图片 然后 我再找一个 嗯 嗯 还打扰png图片 找 gf吧 啊 就删掉 这个 这个 转成 logo.gf logo.gf 然后再写 找一个文件 再找一个gf 比如说这块 也改成 我再放到这个目标 你看 这文件我删掉了啊 你看 我在根下边 锡盘下面放这个 我在在文档的根下边 这是文档的根下边 嗯 这 删掉 我再粘一个 哎 跟这一样图片 你看啊 logo.gf 看到这个了吗 那现在我在网页上输出这个图片 你看啊 输出这张图片 输出 img src 等于 根下边的 logo.gf 你看一下 显示的是哪个图片 显示的是这个图片 这个 点击下载这个 还是 这个图片 LAM区利人logo这个图片 刷新一下 哦 有个问题 我这块 没加分号 好 这个看一下 你看一下 显示是哪个 点击下载这个图片 这图片在哪呢 在操作系统根下边吗 不在 在哪呢 3w下边 你看一下 在这呢 这图片 所以呢 这个时候根又变成了 这个图片 那他还要访问一下 属性 你看一下 gf 所以要分情况 怎么个分情况方法 制定这个根 你看啊 根路径 这种情况 分情况 分什么情况 他有这两种可能性 那 如果 是在 服务器中 执行 执行路径 那 则 根 指的 就是 操作 系统的根 那么 在服务器执行 你在服务器中 执行 你就用什么执行啊 通过 pwp 文件 处理 函数 执行 执行的 就是什么 操作系统根 而 如果 程序 是 下 载到 客户端 客户端 在 访问 服务器中 的 文件时 只有 通过 阿帕奇 访问 那通过阿帕奇访问 阿帕奇能管理的 就是文档跟目录 那 跟 也就 指的是 文档 嗯 跟目录 什么意思 来当理解一下 什么叫服务器段执行呢 你看我创建文件 我是通过这访问远程的pp文件 里面如果创建文件的是在服务器中直接执行 那服务器中直接执行 执行的根 那是操作系统根 而这个图片 这条代码是怎么的 你看一下 我已经荡到 是不是荡到客户端了 荡到客户端找根 那假如说这个服务器在美国呢 那现在荡到客户端了 代码 我不能说在我本机里边找的图片呢 这图片是服务器上的 我得远程访问美国那个服务器下边的什么GF 那访问美国服务器下边就得通过阿帕奇访问 那阿帕奇管理根呢就是三达路幕下那根 所以他找的是这个文件 所以是分两种情况 如果成员是下载客户端的 比如说图片 你给你下载客户端 访问的是服务器上的图片 对吧 加尔斯卡的CSS找路径 这些都是下载的客户端的程序 那你找的都不能在客户端找 得找服务器端的文件 那从客户端的程序找服务器端的文件 就得通过什么服务器的目录 RTTP开头的 比如3w.qpp.com的 这是找远程服务器下边的 那这个下边指的就是存放网站的根目录 网站下边的 比如说logo.gf 那这个根 指的就是远程服务器 看一下 这是存放 只是存放网站的根目录 这是防远程的 如果你直接防远程服务器就在本机执行 比如说 在本机中 假如远程访问这个pp.文件写文件 那假如我执行的这个代码 执行的上面这个代码 这是用pp函数执行的 我远程请求到 比如说通过浏览器 通过浏览器 请求到谁了 请求到这个页面执行 然后他往根下边写 这个程序并pp程序并不是当到客户端 在服务器直接执行的 他访问的根就是操作系统的根 所以希望你能明白这两根的区别 这也是我们在 在写网站的时候 通常有一个绝对路径 一个和一个应用路径 那绝对路径指的就是pp程序执行的路径 应用路径就是给客户端的那些程序 访问所找的路径 是这个意思 好 这就是咱们所说的和文件路径相关的 那跟路径相关的 咱们还有一些函数 比如说 啊 有这么几个函数吧 假如说一个 我就想获取 呃 文件名 那可以使用什么 bass 呃 内容里边只要穿个文件名就可以 ur就可以了 还有 dr name 里边穿ur就汇取目录名部分 还有 呃 比如说 路径信息 这三个函数 是获取跟路径相关的 比如说 不管是哪种路径 我多写几个ur 你看一下 等于 当前目录下的 a目录下 b目录下的 index.pp 这是ur1 你看ur2 等于 啊 上一节目录下的 啊 三达论目录下的 yy目录下的 啊 login.pp 还是这样 r3等于 c盘下边的 啊 app serv下边的 3w下边的 demo.pp 这绝对路径 还是这样的绝对路径 啊 http 帽号 loghost 下边的 啊 什么 vui目录下的 呃 3w.gf 这些都是路径 前两个是相对路径 后来是绝对路径 这个是本机使用的绝对路径 这是远程使用的绝对路径 那你看一下 我只要获取后边的 这是rr吧 随便的文件名 这个是html 我只获取到文件名部分 怎么获取到 输出 不管哪个 base name 只要存 ur1 你看一下啊 就不用咱们自己写了 直接有这样的函数 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你看我访问一下 你看 直接获取到文件名 有的时候 咱们只要文件名的时候 你就可以使用这个函数 非常的方便 直接获取后边的文件名部分 如果像 有一些语言里边 没写这样 你可以获取的时候 那么我们通常怎么做呢 我们通常是 找到最后一个斜浪的位置 然后呢 加一到文件开始的位置 取到结尾 这样的话就取到什么 所有文件的 到结尾的子字无章 这也是文件名部分 像西语言呢 或者加有scribe 都会需要自己写的 而pp里边 给我们提供这样 那假如说 我想取目录部分 用什么呢 你看 dr name 就更方便了 你看 dr name dr name 也不管是哪种的路径 都可以取出来 目录部分 你看一下 上级目录 上级目录 全局目录 你看 都可以取出目录部分 也就去掉文件名的部分 这个 那假如说 我想取到 你看 这个取到bpb 那我想取到 他上一层目录呢 你嵌到一层就行了 你看 dr name 在嵌套一层 看一下 你看就取到a 这块了 所以你想往上一层取 就嵌套一层就可以了 这是取出目录部分 也是咱们做程序的时候 经常会 呃 用到的部分 那假如说 我这块 呃 我想知道 他所有详细信息呢 假如这样 知道 diam.html 这个ur3的详细信息 我还可以用什么 pass info 路径信息 ur3 ur3 但是他返回来的 并不是说一个 字幕串 而是一个数组 你看啊 包括了所有的信息 我输出原型 pre 咱输出一段原型 看一下 你看啊 包含了所有信息 都包含什么信息呢 看一下 法文这个下标 它代表的是目录信息 法文这个是名字信息 法文这个是扩展名的信息 法文这个是文件名的信息 所以这四部分 它都能获取到 包括二级的名称 比如说 demo.class.rtml 你看一下 你看 文件名扣展 扩展名是这个 然后文件名称是这个 因为最后一个做扩展名吗 也都可以获取到 所以现在我假设想知道扩展名 那怎么办 你看一下 我只要通过这个下标 我就知道这个文件的扩展名是什么了 通这下标 啊 假如说 它付给 pth pass 啊 我只要输出 pass里边的 扩展名部分 你看一下 rtml 不就会觉得到了吗 那我想知道目录部分 路径部分 如果想多获取全获取 你就可以使用pass info这种形式 就可以做到了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经常用到的函数 那这些呢 就是跟 呃 路径 有关的 操作 还有跟路径有关的函数 好 咱看下第四部分 再把这函数找出来 创建文件 啊 删除文件 移动文件 还应该有复制文件 啊 重命名文件 为文件 重新 命名 等等 看看这些使用什么函数 这些都有函数 都不用咱们自己去写 比如说 也都很简单啊 只要存路径就可以了 文件系统函数 看一下啊 比如找创建函数 哦 这里边就不给你找了 我直接写吧 找麻烦 到你继续找 都操作非常简单 比如创建文件 TOUCH 创建 里边只要传一个文件名 就会创建一个空文件 文件名 那删除文件呢 也是一样的 只要 传一个 文件路径 就可以了 然后移动文件呢 其实移动文件和重命名文件 是一样的 删除文件 这个写错了 是UN Link 删除文件 移动文件 在另一下的命名 看着都是一个MV 既可以重命名 又可以 如果移动到当前位置 那就是 怎么的 就是重命名 如果远程的呢 就是减切 移动其实就减切 这个呢 剪切的时候指定文件名 那就是什么 就是既重命名 又是移动文件 这个使用什么 RE MOVE 这个函数 那他需要两个 当前文件 路径 然后目标文件路径 目标文件路径 那复制文件呢 也是需要两个了 就是copy 也是 当前 然后目标 对对 嗯 目标 操作都很简单 比如说 可以用这个路径 可以是当前目标 也可以是相对路径下的 比如说 TOUCH 它创建一个文件 你看我可以怎么创建呢 在当前目标下 创建一个呃 peerp点 阿帕级的文件 当然没有这文件了啊 你看 我一刷新 创建成功就返回真 失败就返回假 那好 我看一下 你看就有一个这个空文件 对吧 那删除文件呢 也很简单 当然你可以指定路径啊 删除 比如说我这个路径 我看一下 嗯 是这个路径 你要删除 当然你可以 相对的删除 D 啊 unlink 删除 我可以指定 直接删除C盘下边了 当然刚说过 路径都要用正斜盖 这个路径下的 peerp点 apche 你看一下 现在这文件 还在这存在着 当我执行刷新一下 这个过程 没有如此的文件后目录 嗯 不会啊 peerp点 阿帕级 我写错了吗 appserver下边的 3w下边的 直接写下这个啊 直接删除 当前目录下了 啊 它的后缀名 这个文件 有可能不认 我给它反过来 apc apc.php 你看一下啊 先用全局的 apc.php 你看 这段看一下 apc.php就没了 刚才那个 点apc的文件 应该是跟系统有关的 所以它不要删 创建文件 删除文件 创建文件 能用的时候不多 一般的咱们用那些写文件的函数 基本都可以创建文件 但删除文件的经常咱们会用到 比如哪文件系统 临时的文件呢 或者什么文件多余啊 咱们都可以用这个怎么的 去把它删除 这是创建文件和删除文件 那比如说咱们再看一下啊 看一下这个移动文件和重命名 假如说啊 我现在当前目录下 有一个tide tit 这有3w 我把它移动到地盘 你看啊 把它移动地盘 怎么移动呢 很简单 直接使用remove 呃 移动文件是 哦 这写错了 应该不是这个 是rename 重命名 rename 好 re nme rename 你看变色了 将当前目录下的 当前目录下的 刚才看到什么文件了 test的点tit test的点tst 移动到 啊 地盘下边的 假如还是叫test的tit 那就是怎么的 这就是 名称不变 test的二的tit 你看一下 我现在 到地盘 你看 根本没有这文件 所以我现在执行一下 成功反位真失败反位价 就有得看一地盘 你看就有这个了 而当前目录下呢 就没有这文件了 我已经移动出去了 就相当于剪切的功能 你看 同时那也重命名了 test的二 手工的删除 然后这个啊 这是删除文件 那拷贝文件呢 这啊 拷贝文件自己也可以写出 比如说缓存点 tst这文件 我把它拷贝成 刚才test的点那个 那我用程序 和这个用法一样 但是一定要写路径 copy 拷贝 点tst 当前目录将它拷贝到 你如果直接这么写是不对的 把它拷贝到当前目录下 你一定要指定文件名称 和它系统命令不一样 系统命令 你只要指定路径名 那好 它会自动原来的文件名不变 直接考过来 但咱们必须得指定一个文件名 这属于复制 原来文件还会存在 che 5.tst 看一下 刷新一下 那在当前目录下就会怎么的 多一个这文件 对它进行复制 里边是三 时间 那这个呢 时间 它是一模一样的文件 这就是复制了 跟剪切不一样 简直是原来文件没有了 这大家都应该知道 对吧 那这些呢 是和文件操作相关的函数 操作 相关的 函数 看这个 就这么多 很简单 但是比较实用 咱们对文件操作啊 经常会有这些复制 你本身在你自己操作系统里边 你经常都玩都会完成什么创建删除 移动复制的动作 那在客户端去访问服务器电脑 在服务器端也会远程执行这样的一些文件 当然了 所有对文件操作 你一定要有什么 一定要有 PIRP 执行 这个 文件的 文 文件的权限 PIRP一定要就有PIRP执行这个文件的权限 那PIRP有执行权限 谁运行的PIRP啊 阿帕奇运行的PIRP 那谁启动的阿帕奇啊 是不是一个用户 所以呢 你这个文件的权限就要 这个用户具有执行他的权限 对吧 阿帕奇是某个用户开启的 所以PIRP又是阿帕奇是怎么会运行的 在另一页下能体现出来 在文字号下呢 一般的呢 咱们还不太好弄 在文字号下 因为我现在这个操作系统 我PIRP就相当于管理员在运行 所以呢 我所有文件都可以执行 也是最危险的 如果我现在用这个机器做服务器的话 别有可能通过这个把文件系统上传 那我操作系统所有文件 他都能操作了 所以还是像另一那种 有权限设置比较好 你只能访问 你自己目录下什么文件 而且你这网站 我要设置了 你只能读 只有几个上传目录 你可以写 这样的话 他就不能破坏你操作系统了 如果Windows 我这个权限全给他的话 他万一一旦攻击我了 所有文件他都可以访问了 包括我吸盘的系统文件都是可以的 现在远程都是可以访问到的 对吧 这权限现在是最危险的一种情况 当然在Windows里边 我们通常 在另一下边 我们通常会设置 只有你这个网站 别人只读 别的位置看都看不到 连读的权限都没有 然后呢 个别目录是可写的 比如说缓存文件呢 文件上传文件呢 只有这么几个是可写的 当然呢 系统还有跟这几个权限有关的函数 比如说和权限设置有关的函数 当然我现在用在Windows操作系统里边 这几个权限呢 我是设置不了的 有这么几个 我跟你说一下就行了 你看啊 有改变用户的去 这块 这三个 这三个函数 还有 嗯 还有得到这个用户所属的组 取得用户所属的组 这个函数 这都跟权有关的 还有 像 这个 取得文件的拥有者 看这么几个函数 看一下 这几个函数呢 用起来呢 也比较容易 如果你会另一个私命令的话 比如说 再另一下呢 有 有这样的 你要是用RL 看一个 LS-L 或者是 或是 再另一下命令下 或是使用RL 你会看到一个这样的命令 大概是下方线 啊 是 啊 RW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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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共十位 第一位呢 这个下方线表示什么 表示 类型 表示类型 什么意思呢 如果是下方线 那就表示是文 普通的文本文件 如果 第一位是D 表示是目录 表示是 目录 如果是L 表示是链接文件 是B 表示块文件 是这样的 第一个是确定这个类型的 然后 ROW分为三组 第一组 ROW 是RWX 表示 这个 这个文件的 这个文件的拥有者 这个文件的拥有者 呃 拥有者 拥有者 就有 读 写 执行 讲学线 R代表什么 R代表他可读 W代表可写 X代表执行 第二组 ROW 因为他有 嗯 就这么几组 你看一下啊 第二个RWX啊 代表什么 表示拥有者 所在的组 所在的组 第三个 表示 不是这个拥有者 也不是这个 所在组 也就是 这文件 表示其他用户 其他用户 对这个文件的权限 读写执行 看这个 然后呢 咱们在设置权限的时候 可以用 可以用什么 8禁止来表示 R就代表什么 R就代表 R是4 代表读嘛 然后呢 W代表2 代表写 E代表什么 X代表1 执行 所以如果我设置权限是 7 7 7 咱个7 就表示什么 7是什么相加 第一个7呢 就是 4 加 2 加1 第二个7 也是 4 加2 加1 第三个也是 4 加 2 加1 来看一下 所以4就是读写执行 所以7 7的权限就变成了什么 你看就变成了 读写 执行 读写 执行 读写 执行 所以777就是 这个加这个 这个加这个 RW 所以这个权限就是什么权限呢 就是777 那假如说我这回 假如写一个什么 644呢 644 那就权限就变成什么了 6就变成什么 4加2 对吧 4呢 就是4 就是4 那么 4加2就只有读 对吧 那写 没有 执行没有 然后呢 这个4呢 只有读 这啊 4加2 只有写 读读 啊 读读 那就变成什么 这个文件的拥有者是可读可写的 组里边其他成员是只读的 其他用户是只读的 是这样的权限 644 那755呢 大家在猜的是什么 得算一下是什么 当前用户可读写执行 对吧 54和1相加 这个组里边是可读可执行的 比如754吧 那么组里边是可读可执行 那其他用户呢 只能是一个读 对吧 是这样的权限 所以假如说我使用这命令 CHMOD 这在逆下命令 是这777 DEMO.PRP文件 什么意思 或者是一个目录啊 那把这文件就变成了可读可写可执行 那如果使用 644 比如说 DEMO.RTM文件 那这文件呢 就是当前用户可读可写 其他用户和读 其他成员都是读写执行 都是读 没有执行啊 是这个 那使用这个CHOWN 你看什么意思啊 改用户 假如说原来的用户是root 现在比如说改成是 mysecure用户 DEMO.PRP 也就是把这个用 这个文件的所有者改成mysecure了 这个 那如果使用这个命令 呃 grp 是mysecure是apache DEMO.PRP 那就把这文件的拥有组改成了apache 是这样的一个文件 所以呢 我们在使用这些命令的时候呢 这些函是prg函数的时候 跟这几个命令 另一丝命令都差不多了 比如说我找一下 grp 文件名 哪个组 CHMOD 你看一下 什么文件改成什么权限 或者是这种格式都可以啊 这种格式都可以啊 这种格式都可以 执行的权限 可以这么写 反而多种呃多种格式了 那这个命令是一样的 那在函数里边用的时候也是一样的 比如说我想把当前目下的权限改掉 那CHMOD 这个函数 你看啊 将C盘下边的 当然起点 另一下的作用 一提 假如说是呃 AA目录下的 index.prp文件 改成 755 变成什么 这个文件的拥有者 读写执行的权限 什么什么权限 就可以这么改了 当然我还可以什么 获取这个文件的拥有组 啊 也就是这个文件所在的组是什么 取的文件所在的组吗 这文件是哪个拥有值 都可以获取到 但这里边咱们现在的window下 呃 不易做实验 所以呢 我就不给大家详说了 大家如果有什么疑问呢 可以给我发mail 因为咱们文件处理 毕竟是基于linux为模型的 因为我这里边 另一个操作计动还删掉了 不然的话 我就这里边再拎一下 给你演示一下 就好了 好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 呃 介绍到这里 这节课我们主要介绍了 呃 三部分内容 也就是啊 呃 文件和目录 还有文件的操作 还有权限 跟文件权限相关的函数 那下节课呢 也是咱们最主要的 就是文件的读写操作 内部指定文件索机 这都是咱们呃 文件操作最重点的内容 下一开始呢 就是他们了 好 这节课呢 我们就就到这里 聂评 air 我们下节课呢 care旨 课呢 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